世界风云真是变化莫测,前脚刚宣布要制裁伊朗的美国,不到三天就被塔利班狠狠教育了一番,这次连B-52轰炸机给炸没了。 塔利班军官日前正式宣布,美军一架B-52轰炸机已被自家武装人员击落,机上所有飞行员全部丧生。 据悉,事发时,美军轰炸机刚从军事基地起飞,随后便在阿富汗南部遭遇不测。 为了一击致命,塔利班武装还使用了重型武器。 在B-52轰炸机被击落之前,美军另有多名士兵在阿富汗北部遭遇突袭身亡。 塔利班承认自己是策划者。 很显然,塔利班之所以要对美军下狠手,地点还都选择在美军基地附近。 目的就是为了报复美国,以表达自己对美国霸权行径的不满。 B-52是美国当下唯一能搭载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。 关键时刻还可协核弹作战。 造价高昂。 现役总数不超过80架。 说是美军的王牌杀手剑,也毫不为果。 现在击毁人亡。 资势者还是自己曾经极力打压的塔利班武装。 按理说,美军此时必然是怒不可遏。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 美国目前仍未对此事给出正面回应。 连带着美国支援的阿富汗政府,也是沉默不语。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? 估计只有美国自己清楚。 美国曾出多次出丑。 实际上, 这已经不是美军第一次当众出丑了。 2003年, 美军发射的四枚战斧导弹, 连敌人照念都还没碰住, 就掉落在巴基斯坦境内。 美国软磨硬炮, 威逼利用后, 巴基斯坦也才归还了两枚。 剩下的两枚, 至今再也没回到美军手中。 近年来, 在监视伊朗的过程中, 美军无人机, 曾数次被伊朗俘获。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Q-170无人机。 2Q-170, 号称美军无人机中的战斗机, 用来对付一般的轰炸机、战斗机, 绰绰有余。 最后却让美军却图给他人做嫁衣。 据悉, 当时由于技术有限, 伊朗最后将2Q-170送给了俄罗斯研究。 对美军而言, 伊朗此举无异于火山交游。 自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, 就这么正大光明地展示在死对头面前。 怎能不心痛? 塔利班武装卷土重来。 当年美国大力扶持阿富汗政府军, 一度将塔利班武装打入深山。 现在塔利班整军被占卷土重来, 并以迅雷之势, 占据了阿富汗一半领土。 这自然让美国心慌不已。 为了收缩战略, 更好地腾出手, 来对付伊朗。 美国已经多次透露出要撤兵阿富汗的念头。 为此, 白宫和塔利班、阿富汗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。 白宫提出的撤军条件主要有两个。 一是美国必须保留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基地。 二是塔利班必须承诺, 不让恐怖分子进入阿富汗。 但谈判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 从美国种种迹象来看, 塔利班武装并不对美国心存念想。 对塔利班来说, 用武器来逼迫美国走上谈判桌, 远远比卑躬屈膝和谄媚, 讨好白宫有用多了。